这天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这天是今年的地球超载日 地球资源过度消耗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你我都不是局外人 TPBS的善进永续转译者倡议者的角色 提出四大倡议愿景 民调发表民众减速行为调查 打造DEI多元共荣职场 制播ESG相关内容 发展多元创意平台 全球独机网络与TPBS不新手 所以关于TPBS的货物 交易和联系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交易和联系是一种重要的 大部分的移动得到滅允性 而且我们的信息很简单 非常信誉 而且它引致更加预算 比较更加预算 集结了今年1到4月 TPBS的具体创意和作为 TPBS发布了台湾电子媒体业 第一份的永续影响力报告 让我们一起永续共好 感谢观看